小伙伴们注意看蛋仔岛中的蛋仔很胖 它们的身体是圆形的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蛋仔岛中所有的蛋仔都是圆得很胖 错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隐藏着一个瘦如纸片的蛋仔 它的厚度仅仅只有正常蛋仔的 二十分之一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只瘦如纸片的蛋仔长啥样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上绝大多数蛋仔 它们都是圆形的 如果你的蛋仔也是圆形的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的肚子不仅是圆形的 而且它的功能非常的多 当我们在蛋仔岛点击滚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圆形身体会把四肢吸入到蛋仔的体内 并且当滚动时间结束后 就会把四肢从身体中重新的释放出来 很神奇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当开启滚动以后 圆圆滚滚的身材 还可以让我们蛋仔跑得更快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 这个瘦如质片的蛋仔 只有我们普通蛋仔 二十分之一 厚度的蛋仔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这个蛋仔 小伙伴们 你们看它真的很薄 它是竟然就湿的土豆片 连四只都没有 并且 它的厚度仅仅只有我们 正常蛋仔的二十分之一 很可怕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